你的委員,李部長張主委 我麻煩是不是請部長跟主委兩位一起 部長,張主委 部長好,主委好 本席所提案這個概念 我想兩位一定都很充分理解 我看你們所寫的內容 一些中選會的內容 理由是因為選舉的項目眾多 候選人很多,沒有辦法查證 所以做不到 而不是理念上反對這個概念 理念上是可以的,是贊成的 那我認為 內政部沒有辦法協助中選會來做查證的工作嗎 部長 負政事務所的系統 或者很多的負政系統 不能協助嗎 我們的負政不會登 沒有要求 他登記他有沒有外國國籍 那我請問部長 如果我同意你們觀點不去修法的話 我們有可能明年會選出 一兩個縣長,他可能是外國人 然後他一年之內在放棄外國國籍 所以他一年之內可以用美國人 譬如美國人他有雙人國籍 用那個身份來執行我們政府的公權力 那你覺得我們的制度這樣的設計 對嗎? 我們不應該防止嗎? 我今天是記者幹在防止這個制度本身的漏洞 因為如果您這個邏輯是對的 那總統副總統是外國人也沒關係啊 他當選總統副總統一年之內再放棄國籍就可以了啊 那請問這個人家能夠接受嗎? 所以你現在用國籍法第二十條來解釋 沒有辦法說明過去嘛 如果國籍法二十條是一個最高的原則 那今天總統副總統的選辦法就不用做這樣的規定啊 不要說雙方國籍的 有外國國籍不能登記的候選人啊 是不是? 因為總統副總統選辦法那個候選人並不多 所以要查證 因為他不多可以查證 所以我們就做 而且要人多我們就查證不了 那我可不可以主張說 縣長的至少要去查證啊? 五都的啊六都的啊 對不對張主委 我請教你 你在不在想? 如果只有縣市長跟直辣市長的查證 還比較有可能 比較有可能 或者是把那個一年內完成 把那個時間縮短 不是啊 我認為那個縮短沒有意義啦 因為如果縮短有意義的話 那總統副總統就規定啊 你當選之後三個月放棄美國國籍啊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縣市縣市首長 如果你也同意嘛 縣市首長的話 因為他涉及到行政權的行使 資源的分配 法令的實行 他等於是低層次的國籍統治權的行使啊 部長你贊不贊成 如果是縣市首長呢 包含未來的六都 我想這個原則我們都認同啦 現在真的是技術上的困難 因為假如說 因為我們要查證一定要透過外管 那你說這些先進國家可能還有辦法 譬如說有一些比較不太先進的國家 查證起來其實是蠻困難的 不過我是同意我們可以定一個平衡點嘛 縣市首長可其實即使在縣市首長那候選人其實都還蠻多 不是部長你講說查了時間曠日費時 那我請問你總統副總統為什麼可以做到 因為他的候選人 第一個 他候選人少 但是他外 那你外管也 外管也要照查 那為什麼他 現在問題不在意候選人數多廣嘛 是你查證的國家多少嘛 是不是這樣呢 而且當時康世辱跟蔣乃欣委員兩位補選當選立法委員之後 我確定了我們外交部去發文到美國去查 美國回來給他時間八天 八天就查好了 八天時間就查好了 就確認了說他沒有 對啊 因為美國是個先進國家了 你要是發文到越南去我不認為他 好啊那那一樣啊 那總統副總統未來的選舉呢 也不是只有去查美國國籍而已吧 當然 對嘛沒有對嘛 所以我現在用統一的邏輯來 來請教兩位 所以剛剛當作我謝謝主委的回應 你認為說縣市長 這個首長可以做到 是我內心的想法說 至少縣市長這個層級 雙層國籍者不能夠登記候選人 這個應該要做到 這個原則上我們都不反對了 我們要說 我們要回去了解一下 要是假如照上一屆縣市長選舉 到底有多少的候選人 那假如我們假設 部長我們現在全部有多少個縣市 候選人大概 沒有我們有多少縣市 你用平均算嗎 22個 22個 22個縣市嗎 一個位置有三個人來選的話 對那就是六十幾個人 就是六十六個 六幾個人的話 你覺得我們政府會很繁重沒有辦法查證嗎 對 那當然這是選物 對 中選會做得到我們 對啊 張主委 張主委 對 我就把 我就從你的概念 我謝謝你正面回應我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是論事嘛 大概大概規模的候選人大概這五六十個人左右 因為主要的查證不是我們要查就有 是要等外管就 一樣啊 那當然我同意啊 要他們能夠配合的話都可以做到 對啊那總統副總統外管都有配合嗎 對 對啊 但是如果歐洲的話就困難 你現在不能夠講說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人數是幾個 譬如說他有三組人馬的話就六個 什麼 四組人馬的話就八個 他在十個人以內所以很容易很容易查 啊如果是五六十個他就不能夠不容易查 那我會對政府的行政教育 尤其中選會的行政教育 或者是立法的概念上我會高度的質疑啦 我對不對 我再補充一下 美國跟英國是可以查到 日本跟德國都不不肯配合 那不肯配合 你現在總統副總統有可能你選出一個日本人喔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邏輯我請問 你不能以幕僚所講 不能以處長所講的話 我理解他講的是事實啦 但是我現在就是用總統副總選罷法這樣的標準 來了解到我們國在公職人員選舉 那我現在退而求一次 我不要求全部 像我們立委全部一百一十三席 那我不要求候選人那麼多 好幾百個人可能 但是我今天至少縮小到縣市首長 二十二個縣市 候選人應該是可以做到啊 對不對 所以待會我會堅持這個原則 你如果要的話看我們怎麼來修正 我希望中選會或者內政部 我們在條文當中 我們待會一起來談 我也退 但是我希望你們也退 但是你不能夠全部都不要 全部都不要的話 那很好笑了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這國家是兩套標準的國家 第二個 丁守中委員的十八歲 要有選舉權 我不會因為跟他同黨我支持 我反對 因為我認為歷屆修憲都有人提出來 歷次修憲都有人提出來 所以因此我們已經知道說 這是一個憲法修憲層次的問題 不可以在法律層次上去改它 所以剛剛丁守中委員說 讓他過了之後 再一起大法康會議解釋 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這個我們的議場是 這個假如要修成十八歲 對 那要透過修憲 透過修憲 因為它是定在憲法裡面 是 我請問部長後諸委 目前我們十八歲到 十八歲十九歲的人口 大概有多少 大概多少 這個可能要在 我們現在再來查 對因為 本席手上應該超過250萬 所以這個涉到人口本身的 參政權的一個行使 我覺得這是一個質疑的 我們來查 目前手上沒有 好那待會兒能夠 讓我們知道一下好不好 所以就整個 罷免 未滿一年不得罷免這個規定 我想請教一下張主委 就是說你們中學位 有沒有研究過世界各國 有沒有人說罷免 當前的第二天就可以罷免的 應該沒有這樣子的 沒有這樣子 對啊 應該是讓他一年 看他做得好不好再來做 對因為一年 實際上也是我們政治 台灣的政治文化當中 也是大家可以約定 書生可以接受的概念 那部長你 你認為罷免的時間 如果把它縮短 你覺得對台灣的政績 這對民主的穩定是 是不恰當的 因為一年 其實你說一個首長 一年表現好不好 其實都還很勉強 因為其實他接手到他有政績 不過是覺得一年應該是一個 還算可以接受的年限 對因為本席查了當年的提案是 游錫坤院長的時候 他們也有正式有政治提案 包含余政縣部長 當時他們的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也都是以一年 未滿一年不得罷免 來做一個儀序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可以攤開來超越黨派的觀點 從台灣的政治安定 因為未來也不是永遠國民黨當總統 未來可能民進黨會當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一年的時間 是給一個國家社會一個 比較公道喘息的空間 也給那個被當選人 一個執政表現的一個機會 那本席要再來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就整個選入跟選政 我想今天我們委員有提出 民進黨委員提出 希望能夠把它合併 把合併這樣一個觀點來講 那站在一個選政機構的話 那部長 你同意兩個要合併嗎 我想其實這個從歷史因素 我剛剛看資料 其實這件事情已經討論過不下 不下十次 對 沒有錯 立法院也討論 行政院也討論 對 最後的結論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是覺得 其實合併有合併的好處 分開有分開的優點 那我們是 我個人是覺得我是open的 你是open的 但是以過去的這個pattern 我認為其實還會回到原點了 除非有一個很強的說服力 才有可能會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轉變 我個人沒有堅持 其實兩個案子 我認為都是可以操作的 只是過去這個歷史 不管在立法院行政院 到了最後的結論 好像都是這樣的一個結論 張主委 您代表中選委 你的看法呢 我們是認為 至少是在總統 副總統選罷法 以及公職人員選罷法 這一方面的主管責任 應該可以由我們來負責 所以你就就這兩個部分的選務跟選政 有兩個部分 所以你整個就是提出了第三種主張了 我們原來現行是兩個分開 那民進黨委員是說兩個要合併 然後你是要提出另外一種主張說 總統跟副總統跟立委的 是由中選會 對 其實我剛剛講 過去在立法院行政院 它實際上是跨了國民黨民進黨 跨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然後最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相信是經過非常充分的討論 所以我也沒有說堅持一定要怎麼樣 只是說可能這個討論又必須要回到原來的這個出發點 對這件事情再做一個更詳細的論述 但是以過去的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認為它最後還是會回到原點 那你認為它回到原點是因為你認為現行的這種二分法 現行運作並沒有造成很大的障礙 沒有很大的困擾 對 那張主委現行的運作有沒有從什麼困擾 現行就是說有時候在選罷法上的解釋 變成中選會沒有 不能負責解釋還要給內政部來解釋 我們是認為這一點不太合理 所以如果中選會可以有直接的解釋權的話 你覺得兩者之間的反而 所以我是認為說總統副總統選罷法 以及公職人員選罷法 這一方面的解釋應該由我們來負責 所以這樣的話其實已經不單純只是選務跟選證二分的問題 你就是說就這個部分總統至少那個部分的解釋權可以歸出 像上一次那個康氏主的案子就是內政部的解釋法和跟我們的解釋法不一樣 所以本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我其實也跟李部長一樣 我是站在開放的態度 我沒有說因為黨派的立場 我就反對民進黨委員的提案 但是我很謝謝張主委你剛剛提出那個觀點 我覺得那個等於是務實上也讓中選會有一個非常自主專業的一個立場 但是會不適應你整個去你的人力所及能夠去處理問題的這個考量 所以我覺得兩位的基本上對這問題的看法我覺得是超會黨派的 謝謝